我现在严重怀疑 黄彪这一整个剧组 她就没有化妆师 不光男演员没有化妆 十二七老师我之前是活动过的 她拍戏的时候从来不化妆 就连大嫂的妆都是自己化的 离谱 所以今天整了个大嫂发型 冒牌的大嫂 给大家一起 鉴赏一下这些大嫂的童话 第一个是这个 她的粉底用的是MAKE的这一瓶 我自己是黄一白 然后N12上脸的色号 就是刚刚好的 我自己用空过一瓶 这个粉底遮瑕比较好 比较适合油皮 干皮的话用它可能会觉得 有一点点拔干 还有大嫂的同款粉铺 你们肯定都听过这个 Airbag这个名字 这个是她的新款钻石粉铺 她更新了以后 你看我这用了之后 她是真的不怎么吸粉 就很省粉底液 保留了她这种软绵绵的质感 上脸特别舒服 对棉花糖 打底是这个橘子面霜 这个橘子面霜 真的太适合你们干皮 妆前的时候当妆前服用了 你用了它之后 你整个底妆 就会贴肤感特别特别好 对它这个质地 它是那种很浓稠的这种膏状 油皮和混油皮的话 在秋冬用也是很好的 大嫂的彩虹 以及它那个眼妆的主色 用的是这个 虱肉眼的杏桃美味 这块颜色很好看 就很适合我们这个亚洲黄皮 但是它粉质是有点粗 你看我用了以后上面 会有这种颗粒吧 Bobbi Brown的这个粉点 这个粉点刚一新出的时候 我就买了 之前我就跟你们分享过 因为我之前那块已经铁皮了 现在我这块是把它 丢在包里当主妆用 但是大嫂说是这个粉铺不好弄 它是拿刷子上脸的 它要的是那种轻薄的效果 因为大嫂眼缘的皮肤比较好 就是咱们就是普通人 就拿这个粉铺 我觉得是够的 因为我是需要粉饼 它再给我一个遮瑕效果的 这块 彩糖的这个三色修容 看都已经对我用成什么样了 它这是一盘没有一个肺色 我们提亮修容 然后这个珠光高光是都有的 雅光高光最绝的一点 就是它的遮瑕效果很好 我这上面你看一下 就是它真的是能够覆盖住 你原本的这个肤色 看我这边 是不是比这边要碰很多 就是很适合亚洲人修容 就是这一盘现在在我们博主圈 它是一个什么肥肥呢 就是相当于当年的Omega 就是人手一块 大嫂那个三岁亿的盐氧 我自己是有这两盘了 大嫂那个是纯亚光的 大嫂那个纯亚光的盘 它是比较容易肺色多 但这种珠光呢 就是你怎么组合都可以 就是比较适合咱们日常人的时候 出门用